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4月16日 星期六的岳余淡 適逢复活节的假期 希望大家出去趁那么好的天气 呼吸多一些新鲜的空气 享受一些大自然 亲亲在阳光和阳光玩游戏 千万在家里面对着电脑 看着电视机 听起来这些按钩的新闻 人都会发疯 大家可能会批评一下 究竟未来4月21日 屌尼老米要打了三心 才进去电视院里看电视之余 吃炮谷 这么按钩的东西 你找我来说 我都觉得屌尼老米浪费我人生光阴 屌尼老米是低能的决策 完全没有科学的根据 我就不想知道是否真是屌尼老米 林郑月娥的臭蟹 曾经去看电视的时候 就屌尼老米的波仔 就屌尼老米刮她 而当时被票务员 就是屌尼老米老眼灯 照够着她的时候 哎呀 你这么屌尾的胸 塞回去先 这里不准找东西 走走走走走 就说了她夫妻 屌尼老米那时候 可能適于微视 在一个年轻的阶段 大家年轻人都做过那些荒唐的事 被人踢狗 老修成路 就是屌尼老米 很针对这些屌尼老米的电影业 屌尼老米打针 吃炮谷 屌尼老米 还要把票房 只减卖50% 那未来一众的港产片 都是在那里的蠟肉 大片 屌尼老米这样搞法 我不想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 就屌尼老米 进去电影院 这个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大家都要想想想 订下Netflix 订下HBO 订下其他一些 网上的这些频道 包括这个迪士尼加 那大家就可以 基本上 屌尼老米 你喜欢在家里 怎样吃炮谷都可以 不想吃炮谷 不想打针 更加有些荒谬的东西 有些老友的 又想我评论 关于这个小朋友 每天要撩鼻 才准去上学 这一剂的东西 我想起来 真是说 真是吊你老母 说你这些专家 我不够你又生气 说你这些混蛋 番薯又没有那么大兜 吊你老米 每一个小朋友 在家里赶紧着 嘻嘻嘻 带小孩子上学 搭这个泡沫车 等这个校班 不要想迟到的时候 还要跟你玩烂鼻 林郑月娥这些白痴 吊你老母 陳肇始 你的臭蟹 楊潤雄 你的臭蟹 蔡若年 你这个吊你老母 死仔的 母子送中的臭蟹 你们没有尝尝尿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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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完鼻 又要插入 那些药水里面 又要他 等他吊你老母 一段时间 然后再拧 那条 那条的USB 那里 等他 一间还是两间 几个免 那些事实事 每个小朋友 每个小朋友 早上上学的时候 都是吊你老母 屎臨尿蟹 老母 老母 老爸 催他吃早餐 穿校服 儿子都在那里 吊你老母 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咬着面包 咬着鸡蛋 跟着给老母 趕下去 吊你什么 做过人家的老母 都知道 早上吊你老母 冲出门口的关键时刻 真分夺秒 快去吊你老母 好像那些吊你老母 那些人家的 ER 把人去吊你老母 急症室 那样的情况 弄这些什么东西玩 擺吊到明就是弱智 我评什么东西论呢 所以 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里面 我都废糕是做Mail link body 早上 星期又五休息一下 星期一休息一下 宁愿把我的吊你老母 寶贵的人身光阴 去侍奉我的老闆 陪他什么 十字架 我觉得总而为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刻意朗然 亦都复射我 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帮帮忙 反省一下自身 在这一年里面的过错 想想一下 怎样去继续去爱护的人 去无私奉献服务的社会 然后跟着 就吊你老母 帮我老鼎的十字架 让他不要吊得那么厉重 但是 我们的特区政府 就将这些 吊你老母的十字架 在我们的肩膀里面 怕死你 吊你老母还不能够轻 又加圆又加铁 又加铁 重得大家都什么都不能 吊你老母 这些人身 痛苦的情况 这些混蛋 真的会有报应 当然啦 今天的主力不是说这一件事 既然有网友 想我说说这一件事 适逢我有休息 不要说Morning Glory 那就是拿来 借一点点 我余谈的蝙蝠 说说这些特区政府 昂冷齐狗 倒行逆施 玩齐香港人 逼我们香港人 这么多人一起 背十字架 走苦路的这一种 吊你老母的痛苦的这一座折磨 那天老老实实 说真的 哎 到最后 你搞得这么大龙逢 我真是不想知道 你怎么去执行 香港这么多的小学生 中学生 吊你老母 你怎么知道他们大家说的 是昨天的 吊你什么一届 还是前天的一届 到最后 大家都不够了了了 吊你什么 得过且过就算够了 好了 回到今天的正题 这一天的正题 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和分析 究竟 坊间里面对TVB 最近一个演员的一个批评 对TVB这一间公司的屌词 他的一些指责 究竟对还是不对 当然大家都知道 小弟的立场 一直以来 我都鞭策着这个CCTVB 不为余力 但是今次在这一件事件里面 老鹅就觉得 他这个屌的电视台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做错了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吊你老母 他有电视剧 里面有一套电视剧 就是什么东西 宾州大厦2 这个大厦里面 吊你老美就有一个演员 就在加拿大出生 回来回流香港 出口转了内销的 这个华籍的一个演员 姓王 那是什么东西的名字 那我说了 到口我都记不想到 更加也都没有办法 在电视圈里面 认识到他 因为我已经不想看电视了 好了 不要紧了 但是据闻 在他这套 宾州大厦里面 他飾演一个外傭姐姐的 这个角色 可能明显就是 扮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姐姐了 坊间对他的 这些表现 都有两极化 好的就是赞他 哇 这些班做得非常之好 模仿这个外傭 就是说到唯超唯妙 他说过这些口的 这些的广东话 还有这些的英文 附有这个菲律宾的 Tagalog的这个口音 原来真的是 他苦练过 跟这些外傭姐姐 就是去练菲律宾的 其中一个 谎言的 这个口音 apply 在念台词的身上 整个的这个 伴相 唯超唯妙 唯想了 就是要更加 好似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外傭姐姐 更加用一些颜料 涂黑了她 涂深了她 这些膚色 做到整个的这个 卖相 真是像一个 Maria 又或者这个 这个 Tanya 不知什么 总之就很像你家里面的家庭姐姐 那样 那样 但是问题回到来 有些的 你怎么做的 左交呢 就 你怎么做的 是吧 要找这个演员 尤黑她的皮肤 扮认了这个 菲律宾人的口音 是吧 去这个角色里面 硬插一个外傭姐姐 在那裏 是不想是要把菲律宾的 这些朋友 吼你老母 笑致她的膚色 顏色深 笑致她的 那样 吼你老母 只是懂得做菲律 定了隔 即是吼你老母 乔寶寶 就一定去找她扮看奸 吼你老母 有些印巴裔的朋友 就拿 吼你老母 一定要拿这个绵羊仔 去送餐 定了隔 他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看小他们 这个问题 那当然 有些 那样 无事了解 在坊间里面 爆发了一些 这些 这些 族群的矛盾 甚至没有这个 外媒BBC 都有长篇幅 去说说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一套都没什么人看的 吼你老母 TVB 吼你老母 賓州大厦 竟然也是 爆发了一个 歧视菲律宾人的 这个情况 那我立刻就看完 这一件事 那当然我没有深究 这个姓王小姐 她做的这个角色 是不能有这个 丑化菲律宾人的 这个形象 但是我又想起了 早在我年轻的时候 都不是说很忍愿 刚刚回来香港 做事没多久 当时有一位的姐姐 她身断了玲珑 眼又大大 扮这个梅艷芳 扮到唯超唯妙 扮一个 吼你老母家里面的 一个外傭姐姐 阿玛丽亚 也扮到出神神入化 她甚至没有 塗黑她的吼你老母的 膚色 基本上已经不是 是菲律宾人的蜜糖色 好多的 香港人也好 鬼妹也好 恨不得 去海滩里面 曬到外傭姐姐 那样的膚色 是吧 但是 江欣燕 曬到自己 整个黑鬼 这样的情况 哎呀 先说了这个字 待会又曬到 我种族歧视了 卑街了 扮到一个 黑人的情况 有哪一分子 这一个 吼你老母的菲律宾的姐姐呢 但是当时 大家看得到 吼你老母的嘎嘎声 吼你老母那时候 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 认真地说 江欣燕 这个Maria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 丑化菲律宾人呢